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月球的正面 很多國家去這個中國 但是在月球背面 只得我們這個國家的月盛 在科學的價值上是高很多 以往在月球採用了人手 但是這個無人自動採用 都是我們這個國家第一次的 我們國家在接近2030年 就會做月球飛避 開放給全世界去大家分享 我們成立了太空資源實驗室 我們也會做一些研究 就是怎樣原地在月球上面 可以用回月球的資源 怎樣發電 怎樣維持月球基地 我給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